2023年金門馬拉松 即將在2月11和12號 依序有休閒組和10公里 半馬 全馬 依序開跑 明年第16屆賽事最大特色 就是要跑在 剛通車不久的金門大橋 新的地標 感受離島風情 這是金門揮別COVID-19 這個疫情之後所辦的實體馬 而且結合了金門大橋 通車之後的第一場馬拉松 明年的金門馬拉松 特別結合了一個金門大橋 讓所有的跑者都能夠用雙腳 踩過從金門到小金門的 一個海上的風光 金門縣政府滿清期待跑友們 來參賽觀光遊玩 一大原因就是過去三年的金門馬 兩年因為疫情停辦 去年同樣是疫情考量 讓跑友可以選擇 改為線上馬的認證 而明年則是回歸實體舉辦 田徑協會也期待疫情建區穩定同時 可以幫助賽事規格升級 獲得國際認證 海上風光 戰地風情 全新的金門大橋 都是2023金門馬魅力元素 大會也準備滿滿的玩賽里 歡迎朋友們明年二月一起到金門 買開步伐 跑起來 我來聽一看兩位活化軍採訪報導 還有一千 teu一千 最難的打到 雷霧 一千 天 市場 紅 雷霧 雷霧 雷霧